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大家今天都起得很早 而且我也知道我是最后一个演讲者 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陷入梦乡 我决定用中文讲我的这个talk 好 我希望利用接下来的40分钟 跟大家怎么样把impossible 变成自然的一件事情 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跟大家都有关 今天大家我相信每天早上 或者加上晚上睡觉前可能都刷牙 而且都会用牙膏 事实上在一百年前 少于一百年前 二十世纪初啊 那个时候只有7%的人用牙膏 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做marketing 这个人帮一个 那时候的一个很大的牙膏厂 叫Pastodon 他就做了 他就想怎么样让大家去刷牙 不但刷牙 才用牙膏 事实上呢 这个你现在事后分析啊 其实你不一定要用牙膏的 不但我讲完这个希望 你们还是继续用牙膏 用牙膏 尤其今天的牙膏还是有点好处 但是真正啊 真正你牙齿里面 当然是可能会藏污纳垢 那么事实上你只要用牙刷 就可以把那些东西都刷掉了 那么事实上呢 你如果说真的还怕要细菌的话 你还怕细菌的话 你事实上是可以用这个漱口药水 有酒精 甚至有些消毒的成分 那他就在想 我们到底啊 怎么样让大家这个用牙膏 结果呢 他就做了一套广告 这广告呢 基本上就说 你啊 你吃完东西以后啊 大概隔个四五个小时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牙齿啊 会有一层 我想中文可能翻译成 这个牙垢 英文叫fume 就有一层东西 事实上这层东西 本身是没有细菌的 是这层东西 有可能会把细菌弄上去 就说感觉上 第一个他就让你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Q 英文叫Q啊 Q就是说 有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说 你牙齿上好像有一层东西 然后他就说用牙膏 配合牙刷以后 刷了以后呢 你这层东西就没有了 不但没有了 他还加了薄荷 所以呢 你就会感觉到 很清新的感觉 那他就用这样呢 忽悠大家 在十年之内呢 就从7%的人用牙膏 到65%的人用牙膏 今天我想 可能接近95%以上的人 都用牙膏 在EOS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是告诉大家呢 事实上 我们今天所谓的 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我想今天大家会同意我 这个睡前刷牙 或者说早上一起床刷牙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其实这个自然的事情 是经过 原来我们 大家旺然大悟 事实上是被某一个人 给忽悠了 那么 如果我们来探讨 这样的原理的话 就是说 你任何一个习惯 是怎么样养成的呢 你呢 就是要有一个Q 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 要有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 你可以 你可以测到的 像我刚刚讲 你会感觉到 有那一层东西 如果是一个无形 你都没法感觉到 那你就 那这个也不会 也不会造成什么效果 另外呢 你要给人家一个铝卧 要给人家一个糖吃 对吧 那这个糖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刷完牙 你感觉很好 感觉好像把细菌弄掉了 感觉 有清晰的感觉 那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呢 你每天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中间的叫做 这个Routine 那我们中国人讲什么 习惯就成自然了 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这样子的一个cycle 我可以 我也推荐 我以上这些资料 是来自于这本书 很有名的书 在企业界 很多人用这个来 来做怎么样的改变 你要改变一个行为 你要怎么样去找Q 然后找到一个reward 然后找到一个 大家可以每天做的事情 然后最后就会形成一个cycle 最后久而久之 习惯就成自然了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 自己的这个IT产业 跟我们的计算机的技术 何尝不是这样呢 甚至于我们会觉得 我们今天讲说 Newie Nature User Interface 我们说 Speech很自然 我们说 写字很自然 其实这些东西 真的自然吗 大家想一想 我们要学会讲话 学会讲很多 讲很流利的话 讲好的话 你要经过多少年的学习 像 我跟大家一样 我学英文 我到今天 讲出来的英文 还是不怎么的流 对不对 比不上 Native Speaker 写字也是一样 你要拿出一个手 拿一个什么笔 然后在那边这样写 然后还不停地练 不停地练 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今天觉得 很自然的事情 都是 经过几世纪几代 然后最后 也就像我刚刚之前讲的 你会知道 你做这件事情 有一个reward 然后同时呢 你也可以知道 你不做这件事情 你有一个信息 最后你久而久之 习惯成自然的 更近一点的 Goey Goey 你只是 今天大家都会觉得 Goey很自然 但是你只是 你在想 Goey真的自然吗 Goey这个 拿一个Mouse 我想我们人类 在没有发明 Goey以前 根本没有这样子的 拿一个东西 在那里看的 然后在那边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然后有时候点一下 有点两下 这个到今天 我想不用我再解释 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例子 事实上我们 把它更拓展到 我们整个 Community 跟Society 更是这样 譬如说 我们今天到北京 说这个叫做CBD 你就知道那边 有这个 是一个商业区 然后就有 办公楼 然后有餐厅 有各个 有Shopping Mall 你如果到了海淀区 我们叫中国的 硅谷 那里就有很多 Startup 有很多学校 我们就会 这个也是我们 习以为常的 一个自然 然后最近的 这个 英文叫 Gaunan Style 中文叫 江南 Style 对不对 那本来我们 中国人觉得江南 是指我们 那个长江以南 结果现在 大家知道 这个江南 Style 就变成是 汉江以南 所以这种习惯 而且很快 这个我想 可能发生 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变成全世界 都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习惯 而且呢 我们还会 我们在所谓的 这个Nature Behavior 也会把以前的 一些东西 Either是 直接拿过来的取用 或者我们 英文叫Metaphone 用一个 用一个比较 比较 Apset的一个Phone 来把它 来表示这个东西 譬如说 Gooey里面的垃圾桶 Trash Can 你把一个Fire 丢到一个Trash Can 就代表 你不要这个Fire 这就是拿 现有的经验 加到我们 新的一个 这个习惯里面 那么 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忘记 有两个 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要有 这个信息 Q 另外呢 你要有一个 很好的Carrot 英文叫Carrot 就是胡萝卜 也就是Reward 同时呢 你要有一个 很容易做的一个 像刷牙 这样的容易做的一个 很Smooth的Learning课 最后 久而久之 习惯就成自然 那么 我的Touch 可能主要分成三大块 就是在个人方面 有什么样 我们 而且这些 所谓的自然 我们要先去观察 要找出那个Q 就像我讲的 那么你才有可能 就造一个新的 新的Nature的一个Behaviour 同时观察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譬如说我们做 仿真 做Virtualization 做模拟的 我有一个词 叫Uncanny Valley 就是说你今天 譬如说做一个仿真 什么都是真的 突然 有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 这个人造出来的 因为那个地方 很不自然 譬如说 早上的这个 这个Speech to Speech 的这个 Rick那边的Demo 或者说 我们常常说TTS 那个画都很自然 到一个地方 突然一个怪声 掉出来 你知道这个不是 人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跟我们 所谓的 今年是 图灵 的这个 一百年的 这个 继承 就是他 他如果今天 还活着的话 今天一百岁生日 我们常常听到的 图灵Test 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不管是在做 Nue 或者是在 做仿真 你都要 好好地去观察 找到这个Q 找到这个铝卧 或者 要能够处理 这个所谓 Uncanny Valley的 一个现象 那么 在所谓的Individual 一个我想 人最重要的器官 应该是 这个头 对不对 然后头 当然脑子 东西我们看不见 那面子 我们的这个面子 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去 怎么去model 一个人的人头 把这个面子 那我们 大家知道 我们有一个Connect 这样的Camera 它可以有Depth 能够知道你的这个 这个距离 这个Depth 那我们在很高兴 10月8号 Connect for Windows 正式推出 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到 这个Retail去买 这个这样一个Camera 我们就拿这个Camera 来做 那么待会 我马上就会 给大家做展示 我们只需要 只需要 三个你的这个 take a three shot of你的 face 我们就可以build一个 很真的一个 3D的一个你的头 那么 基本上 它的 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的做法 基本上 因为实验关系 我可以很快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基本上 就build了一些 既有的人头的 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根据 不同 我们像 黄种人啊 白种人啊 或者是 印度人啊 我们可以build了 不同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 我照一张相 然后我先做 这个 你的脸的特征的 这个detection 哪里是眼睛 哪里是鼻子 哪里是嘴巴 知道这以后 我就知道 把我这个 把你照的这张相 怎么样map到 我的模型上 那当然 有时候我需要 拉一下 有的时候是拉宽 有的时候是变窄 有的时候是拉长 有的时候是变短 然后最后 我们就用了一个 叫 Lapression的 这个deformation的algorithm 最后就可以做出 一个你的人头 那么这是我 上个礼拜 在我们研究院 这个 当场去做 这个 小白老鼠 去试一下这个系统 那你看 我这个先 往左边看 照一张 刚刚中间看 已经照 中间看 照一张 往右看 再照一张 照了三张 然后跑我们的程序 很快的 我的一个头的model 就照出来了 那么 大家看 我就一个 三维的 三维的一个 我的头像就出来了 当然 这里 你看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 根据光源 我就可以做不同的东西 将来我们很快的 你要我扎一下眼睛 你要我一下 要这个 脏一下口 我都可以做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头发有问题 还有这个脸 脸看起来 当然尤其在 Hire Resolution 看起来 因为Connect RGB的 Resolution 并没有那么高 那这个好解决 我可以拿我的一个照片 甚至于 几年前的照片 可以假装年轻一下 拿这个 那里的几年前的照片的 那个 那个 二维的 做Texture 相当于 你们大家知道画皮 就把 当做把画皮 这个拿出来 往上面一贴 这个 待会给你们 大家看那样的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头发 头发呢 头发 我们说有三千 凡老师 这个 头发在 Computer Graphics里面 是非常难model的 那么 原因非常简单 事实上 我们 中国人说 我们有三千 凡老师 事实上是 比三千 远远的多了 大概起码多了 三十倍 大概基本上 十万个 凡老师 那么基本上 目前的科技呢 你可以用像 你们右手边 用很复杂的 这个 这个 Camera Array 加上不同的 Lighting 然后最后 把这个 头发给做出来 那我们当然希望 那我可不可以用Connect 用一个PC 来做这个头发呢 那 当然我会 反正在这边讲 当然答案是可以的 那么 基本上 我们就是今天 而且我们要这个 我们的Task非常Challenge 我给你一个 二维的照片 任何一个照片 我可以 把 第一个把你的头切出来 然后把你的头发 再切出来 最后要 不但切出来 我还要做成一个 三维的头发 那 这就是最后 做到的效果 你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慢慢地 这个转 你可以看到 那三维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 这个 也就是自动 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基本上呢 我们只需要一点点 人的帮忙 我们在研究院 几年前我跟大家 展示过的一个叫做 那个 Lazy Snapping 就是说呢 你人呢 画几道 你告诉我 你要什么 黄的地方是你要的 然后 假如说你要的是 把头切出来 你就在头的这个 脸的这个地方 画一个黄线 甚至于你的肩膀啊 还有这个 也可以画上黄线 然后不要的地方 背光画一个 画一个什么蓝线 然后最后 就可以把你头切出来 然后去做一个 刚才我跟你讲过 我们怎么样做 头的3D的建模 那剩下的地方 就是头发 头发弄出来以后呢 我呢 你大家可以看得到 头发以后它有纹路 我今天这个做法就是 每一个就当一个 小面条去 去给它model 那么这里面呢 当然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是很复杂的 因为你这个 里面很乱 而且有时候 你的头发可能还有分叉 然后你的头发 可能两个都 尤其照着起来 看起来 但你要想办法去 去trace 它最后是 怎么样的转下来 然后还有呢 它是二维的 对 Connet的话会更好做 我们故意 我们不是故意 我们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 你有很多照片 只有二维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比 你用Connet还要难 那我们根据一些 domain knowledge 跟一些照片的特征 我们可以大概猜出来 这个深度 因为 从这个照片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大概可以猜出来 它一个深度 由这个深度 加上前一个建模 我就可以把 头发的model给做出来 然后你看 做出来以后 人不但 头发是三维的 那个脸也是三维的 那么当然 注意 我们只有一张照片 所以只有你前面的 你后面的呢 我们只能去拆 用interpolation的方法 当然还是很复杂的 做出来 最后会做出这样的头发 那么这样的头发 你可以看得出来 后面还是有点假 那我想我们下一步工作 就是 我后面也要取一张 这样我就可以 把你整个头给做 整个头的头发给做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些 做的一些结果 这个人是一个 Naomi Watts 是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 就是演那个金刚 几年前演一个 有名的金刚的电影 这里就是 我们用刚刚那个方法 画几道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头切出来 一开始切 光头 然后再加上头发 然后她的头跟她的头发 都是三维的 这是另外的一个旅照 这个make line 这个做出来的 这个三维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里是一个 好 你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换发了 那么我想大家 都有很多 不管是男的女的 都有这个需要 有时候想要换发型 有时候想要换发色 譬如说 这个左边的这个 中间的女生 想要左边的女生的头发 你看我们就很快地 把它换过去 而且非常自然 那你在做 这个头发的改变之前 你也可以看看 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这个 左边是她原来的头发 右边是她用了 别人的头发 把它放上去 那因为我们有三维的建模 所以可以做到 栩栩如真 这里是更多的 这个 example 大家知道 这些我想很多人都认得 Justin Bieber 什么 这个 贝克汉姆 然后还有就是说 像 Sean Connelly 他要一个比较 女性的发型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有3D 所以你看 McGrind是往左看 Sean Connelly往右看 我们一样可以 把她的头发看过去 然后 贝多芬 如果想要牛顿的头发 也行 把它换上去 然后这里 因为我们有3D的模型以后 我的头发 改一些参数 比如说第二个 它就有做到 不同的效果 然后甚至于 你可以改它的颜色 那当然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的这个 后面呢 有局限 我将来的工作 希望能够后面照一张 能够把整个3D的 的头发都剑出来 那刚才我讲过了 我呢 就是用我前面做的 那个3D的头 加上我 这个 三年前 照了一张照片 所以这个 把那张头的这个画皮 给拿出来 往上一贴 所以我就做出了 这个头 然后你看到 我那个头发呢 也是根据我这个 这个2D这张图的 头发所做出来的 那我 那个 现在呢 我 现在我就可以 这个看看 我有时候 当然我这个 这辈子还没有想 有时候 有时候想想 是不是可以 有点金发 比如说 我要贝克汉姆的头发 就可以 有贝克汉姆的头发 或者呢 另外一种金发 也行 那那个 我这个 这礼拜刚好 我有很多同事来这边 我们这个软件 大家也都很 兴高采烈 都去照了一张相 现在呢 我们彼此要交换头发 非常容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头做了 那头做 我们现在看来 做身体 身体呢 上面一个 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 gesture的 一个 recognition 但是呢 很多application呢 它这个gesture 第一个是动的 而且它要整个 整套的这个sequence 像我们 譬如说 有时候做那个手语 甚至于跳舞 这个都需要 整套这个sequence 而且 而且这个 碳要很准确的 或者你打一个 高尔夫球 你在什么地方下竿 什么时候 击球 角度 都会决定你 这个最后 能不能打得好 打得准 打得远 对不对 那么 这 甚至 我就像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 connect sport里面的 不管 几乎每一个运动 都需要 很detail的 这个timing的 information 所以不仅 你要做 gesture recognition 说它是在挥杆 而不是在打网球 同时你还要知道 每一点 它时间的对应性 但是这个问题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 因为呢 你面对的 不管你 怎么样面对 你的这个 这个 camera 譬如说 我们拿高尔夫球来讲 我这样子的话 我这只手就会 这只手就遮住了 这只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第三个图形 就是说 我们connet所拿到的 skeleton extraction 拿到有时候 就是会不会正 不正确 所以你要怎么样 把它create以后 然后做alignment 这里就可以 这里上面的图 是你拿到的 这个 这个 skeleton 下面是 真正 所对应的 这个图 很多地方都被 都被遮住了 还好 这些错误啊 不是random 刚才 那个 Jordan教授也讲了 只要你一个东西 不random啊 你就有办法 去model它 那我们 虽然它 又 non-nini 又 non-deterministic 那么我们就把它 变成一个 alignment的problem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任何有alignment的problem 你肯定要处理 time series 所有的analyzer 最好的一个model 东部就是 这个markle model hiddenmarkle model 那么 我们就用一个 很简单的markle model 我们把所有的 这个task 都把 在你的 这个emission 有的叫emission 或者叫output distribution model 我怎么去model它呢 那我 主要 我们就是用了一个 叫random forest 就是这是一个森林 森林里面有很多tree 那么 这个 这个很多tree呢 就相当于 mixual-galshing的一个 类似像mixual-galshing的 一个概念 然后每一个tree呢 它是一个decision tree 它基本上 在model那个context model那个 每一个 不同的state 而且state跟state之间 如果它 够类似 它会被tied在一起 这样你可以增加 增加你这个 trainning的robustness 这里就是 我们所做的一个展示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蓝色的是 这个ground truth 红色的是 你拿到的skeleton 右边 灰色的是 我们model 所predict出来了 你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时候 你那个 手都被挡住了 但是根据我们 这样model做了以后 我可以很准确地 做出这个 高尔夫球 灰干的动作 这个很快的 Christmas到了 新的有很多 connect的 这个sport game 都会用 这套技术 这里是一个 很快的 这个技术上的 这个 所做的创新的 一个improvement 我们拿来跟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做比较 当做baseline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个 我们进步的 很多时候都超过 40% 能够做出 这样子的 一个improvement 接下来呢 那个 刚才讲的 这个individual 个性化 个人的 接下来就关于 这个群体的 这个我们有很多 东西是群体的行为 语言就是一个 群体的行为 那么 我第一个要讲的 就是 微软的音酷拼音 输入法 我相信在座的同学 老师们 在中国要打中文 几乎每天 都要 都要一定要用拼音的 然后因为我们 这个语言 要从 phonetic spelling 到它真正的 这个我们的 汉字的 这个 这个display 那么 大家知道 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 今天的 iME 不断不断的进步 加上我们有cloud以后 我们可以 无时不断的 能够去track 这个 新的词 新的用法 那么 在 尤其是 尤其是 中文 中文里面呢 因为没有space whide space 英文里面有 whide space 所以 什么是字很清楚 中文呢 任何sequence of character 都可以是字 特别是我们 跟人民有关的 新词不断的产生 那么 有很多很多 同音字 唯一的方法 就是 去观察 群体的行为 光是这一两年里面 刚才讲的 江南style 甄嬛传 给力 商不起 这些例子 你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去观察 那么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 微软的 音酷的拼音输入法 它是一个 client跟cloud 同时 你也可以 中文 英文 mix together 那 我想大家 也等不及看 我相信 我希望 我相信在座 已经有些同学 在用我们这个 微软的 这个音酷 拼音输入法 那今天 我们是很自豪 这个 拼音输入法 我们在 我们用的技术 跟早上 你们看到 那个 machine translation 翻译 用的是 基本上是 一样的技术 当然用了 不一样的data 那这里 我们就把它变成 一个translation model 事实上 其实是很自然的 一种 建模的方式 因为 你从一个 input sequence 要到另外一个 output sequence 当然是一个 translation的过程 我们在推出 还不到两个月之间 已经有超过 50万个download 然后有 很多很多的feedback 这个8000多个 direct feedback 加上一大堆 你们所打的 平常所打的词 我想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了这个 这个data以后 我们可以用来 把我们现在 所做的系统 更加的再去改善 以其给大家提供一个 更好的IME的服务 我们的IME 做得好到什么地步呢 你们从 我们下面展示就会知道 所以我现在要请 我们IME好到 连外国人 都可以输入中文 所以我想请我的 我们这个IME的 这个 首席架构师 Matt Scott 来跟大家来做展示 我们让我们 各位欢迎Matt Thank you Han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马特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guys the CloudIME INCOPINION from Microsoft Research So first we're going to show an example why Cloud Why CloudIME Ok Everything here except the second candidate is unlikely the second candidate the second candidate as indicated by that little cloud icon is generated on the cloud it uses a far more sophisticated model leveraging the superior memory and CPU available on the cloud the client devices the local devices can produce the things you see beside the second candidate and in this project we mix local engine and cloud engine together for this kind of user experience and as Hon mentioned we deployed this project and we found that over 75% of our users leverage these cloud candidates so it's about accuracy but this just brings us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what have we done more so have you guys heard of Jeremy Lin Lin Xu Hao Lin Sanity is the nickname Lin Sanity is what they call him and the term is so popular our term mining technologies part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project has picked it up so if I type Lin Sanity you can use that in Chinese mode or English mode but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here is leveraging all th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we have at Microsoft Research to unify a scenario cross-lingual input so I just launched the extension interface you can click that that little drop down there and I'll enter machine transl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inside of an IME for cross-lingual input scenario now what's really fascinating here is that we can bring together mixed input mixed input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to verify that this is the one you want we enabled word alignment and so what you can see here is if you want to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translation that you want you can mouse over and get dictionary results in a tool tip and this dictionary is also mined from the web so using the big data of the web we can bring together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and I'm just going to go ahead and press 6 and finalize that I typed in Chinese and I output in English cross-lingual input now let's keep talking about English so say to yourselves do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California what is it Sacramento but what's even harder question is how to spell that how to spell Sacramento in your mind what we found from our studies is that Chinese sometimes brings in together this pinyin style spelling phonetic English so Sacramento may be so that's the power of the cloud second result is exactly the one I want and that the model to produce this is far too sophisticated for your local device so I'm just going to be able to insert Sacramento that's I was in English mode by the way still in English mode so I want to fly on an feiji semishaw well yes if I'm in English mode the intent is to write English so if I type pinyin why not just do reverse lookup so I could just type feiji and I'll just page down and just like that one train of thought that's input task completion in a multi multi-language setting so then we said wait a minute we're going to the cloud why don't we bring in search so I'm going to open up an application you guys may be familiar with QQ and in QQ we based on our scenario awareness of this application we're able to guess based on our models that in this case if you type ha ha or hey hey you probably want an image so thank you so we're able to bring in the power of the web to your fingertips that's bing bing image search so I could just press 6 and like that insert it into my chat I can type I can type John other things just like that but then we said wait a minute we could do images can we do something more sophisticated so here's a scenario scenario 我太饿了 我要去 饭馆 吃饭 我要去 I mean 我在天津 我要去 狗不离 包子 So 狗不离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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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o I'm going to enter the extension interface and I'm going to click map and just like that What's really powerful here is that it works as you'd expect I can move this around I can zoom in and I say you know what I don't want to go to a web browser somehow screenshot crop send to my friend I just do this all in one one straight shot and I zoomed in I found the shot I want and I just press six to finalize and like that I've completed the scenario and I've inserted the rich media from the web to my document that's the end of the demo 谢谢大家 Yeah, before you go Matt, before you go why don't you tell them where they can download IncruiME Thank you, Hon Let me write that Pinion dot incru dot com There you go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Matt 我刚才找Matt 来做这个demo 除 它真的是我们 这个IME 批音的首席架构师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们的这个 英国批音 So good 我们连外国人 都可以type 中国的批音 第三还有一个原因 我说我用中文讲 这样希望你们 没有太多人会睡觉 同时呢 我就有时候 换人讲英文 这样有点变化 这样你们更多人会醒着 那么我们呢 我们当然要跟 我知道大家 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 这种cloud的拼音 那我们就跟一些 著名的拼音 的这个 在现在市场上的 这些著名的拼音 系统去比较 我发现呢 我们的确 在这个acus方面 真的是最好的 那当然我因为 因为要尊重这个 那个我们就把这个 叫其他人的拼音 叫IME IME IME 那这个评估是我们找这个 这个独立的这个 这个dataset 跟独立的人 帮我们去做评较 那当然大家 可能会 还是会存疑 没有关系 大家去试试 刚才他讲的这个 拼音.incu.com 去download 我们的拼音输入法 试试看 好 你就继续用 不好呢 告诉我们哪里不好 我们可以精益求精 好 接下来一个 也是群体行为的 我们就是 叫projectlight projectlight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 在互联网 大家是搜索 搜索是搜索一些 document 有这个 里面含了一些 我们的这些keyword的字 但是大家更想要知道的是 QA 一个question 它的answer是什么 那我们就尝试要去做 general的QA 那我们想 我们要做的方法呢 也有大胆的这个做法 我们希望呢 用互联网的 背后的搜索的工具 我们的bin 然后我们来做一些 在上面来加一些东西 我这样可以去回答 所有的问题 而且大家知道 Knowledge 是会变的 就像我讲的 我们这个群体行为 是会变的 那么我们做了 我们基本上加了四个module 第一个module就是说 你给我一个query 我要做queryunderstanding 譬如说 你给我一个query说 Who is the president on Mount Rushmore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跟大家解释一下 Mount Rushmore 是美国一个国家公园 在那三头 刻了四个总统的雕像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 还得过诺贝尔奖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 第一个我们先做一个parsing 做一个parser 我们一个robust的anyl的parse 你parse以后呢 你会知道 它的part of speech的属性 然后你知道哪里是np 然后一些entity 根据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对这个question有所了解 知道它在问什么 那么知道它在问什么以后呢 我就可以产生 它的question type 像这个问题是在问一个factory Factory就是说一个 在问一个事实 问一个事实 并不是问一个opinion for instance 另外呢 他是在问 他这个东西 他希望他不但要找一个人 他希望找一个总统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信息 由这些信息以后呢 我们就去产生一些query 要丢给社群群 那么这些query呢 当然包括原来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 有可能在网上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那就很好 或者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就把一些pattern 譬如说 如果网上有一句话说 某某人 Is the president among Rushmore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所以大家可以给个idea 根据我们对这个query的了解 产生一些query 丢到社群群里面 然后丢到社群群群以后 你每个就会产生回来一些 Timberlink 甚至更多 每个取个50个假设 然后这50个 假设你刚才丢了10个query 每一个回来 假设取它top50个 50乘10就500个 然后这500个 你要去做一个ranking 那当然我这里 我就不去讲这个detail 我怎么当然里面要用很多 这些字的knowledge Semantic的knowledge 把它放进去 希望我能做一个好的ranking 做完以后呢 我现在要做answer extraction 我要到这些网 因为你做完以后 只有网页的ranking 我要去里面把答案抽出来 那你知道刚才我知道 譬如说我知道这里要找人 这里要找precedent 然后我根据这些事实 我去里面呢 抽出有可能的这些答案跟turn 然后呢 我们三人成虎 假如这些东西出现在的这个document多 那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还有其他的信息 假如说这个人刚好就是一个precedent 那他可能就要加权 根据做出出来我就可以做一个ranking 做完ranking以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还没有完 还要做最后一个步骤 叫做我把它叫做confidence level confidence the major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啊 你如果对这个答案不是那么确定 你宁可不答 你宁可让别人去看document 那人是有智慧的 可以去document里面自己去抽答案 所以我们最后呢 不但有这个ranking list 假如到confidence低到一个 我们还把output的confidence score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是完全可调的 你最后可以说我如果要90%的confidence 那我可能只能回答50%的问题 如果我可以容忍70%的confidence 我可以回答更多的问题 好 那么我想大家都等不及了 要看这个live demo 那我们就我就欢迎我的同事 辅如来跟大家来做展示 大家欢迎辅如 谢谢小文 大家好 我是伟辅如 来自威尔亚洲研究院资源语言计算组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能给大家来演示light light是一个能够回答多元的资源语言问题的通用问答引擎 我下面我将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来为大家演示 light回答中英文问题的能力 那我们首先就从小文刚才在他的演讲里面的这个例子作为开始 这个例子的话是说 在拉斯莫尔三国家纪念公园里面有四位美国总统的面部雕刻 然后呢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位获得诺贝奖 然后呢这一位答案的话就是这个螺蛇符 那我们看一下就说为什么说我们认为这个螺蛇符是一个正确答案 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online从这个互联网上从web上找到的一些证据 然后来证明说螺蛇符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答案 其实在这个问题中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多的信息 比方说它这个拉斯莫尔三国家纪念公园里面的四个总统 然后还有必须要同时赢得这个诺贝奖 然后实际上它里面我们要把这个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证据把它综合在一起 我们才能确定这个正确的答案 其他这个candidate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 比方说奥巴马他是美国总统 并且他赢了他得到了诺贝奖 但是呢他现在还不在这个monerashmo上 还有一些其他在这个拉斯莫尔三上的一些其他的总统 比方说这个林肯等等他也不应该是这个正确的答案 然后我们再试一个其他的例子 我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诺贝奖讨论比较多 那我们问一个跟中国有关的这样一个诺贝奖的一个例子 就是今年的诺贝奖的获得者是谁 实际上这个例子的话它是一个实效性很强的 Lite的话因为它的设计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处理这样实效性很强的问题 实际上在诺贝奖刚刚anons不久的话 Lite就能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的话是我们中国的莫言 下面我再用两个有趣的中文的例子来演示 Lite回答这个中文的问题的一个能力 那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 他有一个号称是君子贱的 那这个人是谁呢 我想如果大家喜欢读武侠小说的话 肯定都知道这个答案是岳不群 那Lite的话它也能够给出这个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想他可能也比较喜欢读这个武侠小说 然后大家会很奇怪说这个里面科比为什么在这个候选答案里面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点开以后的话 会发现说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把这个科比把它比作 这个把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和美国的这些篮球明星做一个对比 而科比的话对应的就是这个君子贱 最后我们再试一个其他的例子 在陕西的乾陵的话有一个无字碑 那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哪位皇帝的这个功德碑吗 这个答案的话就是武则天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中的话 因为乾陵的话实际上是中国唯一的一个 两个皇帝合葬的这样一个请陵 然后实际上那个里面还有一位皇帝是他的 就是他的丈夫就是唐高宗李治 在这个地方也在唐高宗这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出来 在候选档案里面 那由于时间关系我的演示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福禄一千秒钟 我知道 对 因为我们为了时间关系他先打进去了 他这个大家会觉得这样是套好招 所以在做哪一个同学可以给我们时间关系给一个 给一个问题谁叫大声一点我们就打就打那个问题 所以不保证会对谁要是 要是问题问题 好 好 打打看 打打看 好,謝謝福盧 謝謝大家 最後呢,除了群體以外 還有這個世界,世界很多是物,不見得是人 群體,人,這個世界,物,那麼我很快的 跟大家講幾個我們做的東西,一個也是跟Social有關的 就是attribute,什麼叫attribute呢,譬如說 clip up,line drawing,screenshot,有的時候 你在做圖片搜索的時候,你可能會得到這些結果 還有就是很多圖放在一起的叫tile的image simple background,portrait,人像 那麼今天就說我能不能夠去做一些東西 除了text,今天大家知道我們找圖像搜索的時候 你基本上還是用文字去搜索,然後呢,當然也有content based 的image retrieval,你拿這個,你去小帽做分析 然後去做搜索,那麼事實上呢 有很多這種attribute,事實上 可以讓我們有時候 可能就要找clip up,對不對 或者顏色,這樣的attribute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來做這方面 那首先介紹譬如說,顏色,那狗 by the way,這個狗會走得很快 原因很簡單,大家只要到bin上去搜索,今天這些都有了 因為實際的關係,我就不做live demo 我就是給大家看這個投影片 事實上你們回家,你們去 你覺得要搜索什麼,這些都可以用 譬如說你可以打一個狗 然後那個dog,然後到那邊你可以選你顏色 譬如說你如果選紅色,就是紅狗 你如果說是一個sunset,你要blue sunset 出來就是blue的sunset 然後當然這裡面的技術是很複雜的 你因為,假如你要一個橘色的花 你需要那個花是橘色的,你不要杯光是橘色的 Same thing for tissue 但是有的時候呢,它並沒有一個單一的dominant object 那這個時候呢,你所謂blue sunset 那是整個一個blue的概念 甚至於你的森林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所以第一個你就要做setting object detection 那我們就有技術呢,你給我任何一張圖 我不但可以找出 你如果有setting object,我就把你找出來 沒有的,我就,我不會隨便給你亂找一個 那反正就錯了 那有了這個技術以後呢,我就可以做dominant column的naming 最後呢,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其實text啊,有時候的重要性比我們想像的還高 因為呢,假如這個係,譬如說 假如這是一個紅色的法拉利 那麼很有可能在那個surrounding text裡面 就有紅色這個詞 所以我們把這個字呢,也加進去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得更準 我們用這個方法,你今天到bin上 你打一個B&W,然後旁邊有一個東西一選 你要選,藍色就有藍色 要粉紅就有粉紅 要紅就有紅 要白就有白 然後狗也一樣 各種顏色的狗 然後我剛剛講的,你這個沒有dominant object 這個森林,要什麼顏色都有 紅,夕陽,花,或者是人 你要,假如你希望他穿purple 他就穿purple 你希望他穿紅色 Teller所以穿紅色就紅色 好,接下來我們講Clip-R Clip-R很有用,為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個圖 在bin的經驗裡面 Clip-R加line drawing 在所有的image設計裡面 占了兩個加起來超過50% 事實上,這個大家也可以很可以理解 我們常常做slide 就想找一個Clip-R 找一個line drawing 那這怎麼做呢? 我們先把,在網上所有的圖 先把,要做一個binary的判斷 它是不是Clip-R 那第一個我們就,這相當於是一個篩選 綠選的過程 我們先把那個複雜的背光先綠掉 再把這個複雜的 shape 也把它綠掉 接著呢,把那個很複雜的 texture 也綠掉 然後把一些像卡通,像照片的 也把它綠掉 把一些有這個text的 帶text的也把它去掉 剩下的就是Clip-R 但是我們發現呢 的確你找到Clip-R了 但是這些Clip-R 我想你會agree with me 不見得每一個都那麼好 怎麼辦呢? 跟剛才的color一樣 假如它是一個Clip-R 很有可能的surrounding text 就有這個字Clip-R 就相當於你看到三隻螃蟹 你如果 如果你只用我們 就是這個圖片有的信息 你找出來 你不知道左邊這隻螃蟹 跟右邊這隻螃蟹 哪一隻好 但是如果 就右邊這隻螃蟹 most likely它有Clip-R這個字眼 你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做了這個以後呢 你看 沒有做以前是這樣 做了以後 今天你到bin 你已經看不到 你已經看不到這樣的結果了 你到bin裡面 如果你要找Clip-R 然後打一個魚 出來的是這樣的結果 大家同意一定是非常好的結果 對不對 然後你一樣的 這個是 你沒有 你要找一個 用人去找Clip-R 然後你沒有做那個 剛剛那個text的 以前 做了以後 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 again 你可以自己到bin上面去搜索 你打入一個 先打入一個關鍵字 然後到了filter 去選一個Clip-R 你就有Clip-R 一樣的 line drawing 那因為世界關鍵就跳過去 做類似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 做一個binary的判斷 把所有line drawing的東西 找出來 好 除了你可以做這些filter以外 事實上 剛才講的這些attribute 也可以幫助 找的這個image search的quality 那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除了這些bake-of-wall以外 我可以把這些content有的信息呢 把它轉換成一個binary的future for這些attribute 然後把它當作bake-of-future 也把它見到目前的inverted index的系統裡面 這樣的話 我在找的時候 它的系統的速度就會很快 所以我們用了哪些attribute呢? 跟人有關的 有這四個 face x hair and shoulder for body 跟other 跟物種有關的 有這樣子的attribute 有跟image style有關的 除了剛才cliff art 藍以左眼還有其他這些 這樣子的一個style 跟圖片有關的 有high quality med fair quality 跟low quality 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可以判斷它 對焦是不準啊 光線的對比是不是好啊 來判斷出這些feature 有了這個以後 我們把它加進去 我們還要加入lending algorithm 有training data以後 這個不管是sore-wise unsore-wise 如果有unsore-wise 你可以做得更準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來 你可以看到 旧的旅照在左手邊 今天你們到便去搜索 你會拿到右邊的旅照 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突然變 這個quality變好 就是因為我們加了這些attribute的信息 好 最後一個呢 在結束以前 我很快跟大家講一個 叫urban computing的概念 也是去了解這個 了解我們所居住的這個world 那麼什麼叫urban computing呢 其實大家學控制的 或者今天我們在講很多 都是在close一個feedback loop 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任何一個系統 只要我可以收集data 我們可以來了解它的behavior 就是我講的觀察 然後觀察以後 你就可以知道我哪裡有個queue 我要怎麼去改進 我怎麼樣加reward 那我就可以把它賺起來 這樣我賺的圈數越多 包括剛才的那個incuIME 就是像類似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把它應用在 城市的規劃 城市的這個有關的問題 那麼城市裡面有什麼data呢 我們在過去這幾年呢 我們有像北京一些大城市的 那個出租車 它的GPS trace 出租車的GPS 所以除了GPS以外 還有它在哪裡接客 哪裡放客 還有呢 還有什麼 我們今天有微博 大家微博是在哪裡發的 這也是很有用的信息 同時呢 公車系統 你在哪裡上車 哪裡下車 大家關心的這個空氣質量問題 空氣哪裡測到的一些 空氣的指標 還有呢 今天買房 打理這個房子的這個 每個地區的這個價格的波動 地圖裡面 有關於道路的信息 POI的data porn your interest 所以我們在過去這兩三年之間 做了很多這方面的這個研究 我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講其中的一個 這個呢就是說 我們都市規劃裡面 像之前有講的什麼CBD 什麼住宅區 那麼 雖然當初你建的時候 你可能是想要把它建成一個CBD 想要變成一個住宅區 但是呢 久而久之 商店會進住宅區 住宅區裡面可能有出身辦公楼 那我們怎麼發現這個呢 我們今天拿兩種Data 這個我們如果知道這個以後 而且我們知道它這個City的脈動是Dynamic 我這樣可以隨時的做調整 我如果要開一個店 我這個店 而且開店很複雜 有的區域是做白天生意的 做上班者的生意的 打工族生意的 有的生意是做人家晚上回家 Family去吃飯生意的 同樣一個餐館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很多這樣子的一個Business Planning 那我們用了兩種Data 一個就是POI 這裡到底有哪些店 但是POI Data是死的 有一個更活的Data就是說 這個區域 大家在不同的時間之內是進還是出 如果一個住宅區 大家要知道早出什麼晚歸 然後如果你是商業區 大家去上班 那晚上就回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那我們怎麼來做呢 事實上我們把它 我們把這個 region 每一區當作是一個Document 這個區的function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topic 然後呢 我這個 mobility的move pattern 我們把它當作是這個Document Word 那麼POI這個東西 把它當作是keyword 或者是author這樣子的一個metadata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topic clustering topic classification的問題 我們用的一個方法是LDA的variant 的topic model 用這樣的方法 假如我們把它分成九類 八類九類 然後我們想辦法用人 最後做出來是這樣的一個 每一個顏色代表不同的區域 然後我們想辦法賦予它 那個label是人想辦法去標 所以這個標不一定 這個希望能夠反映出 那個區的一個行為 那有的這個東西 大家會說有的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呢 我們來看一個 前門 這個地區呢 它在2010年的時候 用那時候的data 它是一個像public 一個很廣大像historic park 就很像比較廣大的一個觀光公園區 結果我們發現呢 它在2011年它變成一個商業區 我們發現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很簡單 北京前門的確 在那段時間經過整修以後 現在是變成北京一個很獨特的商業街 你們今天到 如果大家到北京前門 也歡迎大家去那邊看 有很多不同的商店 一樣的一個道理呢 在2010年在國貿附近 有一區是國貿附近的一個這個住宅區 我們發現到2011年變成一個construction area 原來它在蓋北京的最高樓中國尊 這個還要一兩年才會完成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些東西我們可以用我們的data來predict 這些區域的一些脈動 然後呢 找那個carry reward 然後找一個可以行之以償 很smooth的習慣 久而久之 習慣就成自然 那impossible的事情 最後就變成很自然的事情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